BREAKING和BREAK DANCE有什麼分別呢? 在最初的時候,其實BREAK DANCE已經包括了 POPPING、機械舞、LOCKING、鎖舞 以及BREAKING、PICNIC舞幾個動作 隨著發展,他們各自的Style已經變得非常成熟 而BREAKING裡面的Step會包括 Top Rock、Go Down、Footwork、Freeze 以及大地板動作Power Mover 十分講求肌肉的力量、身體平衡和協調 BREAKING 我们来现在学习的其中一个动作 Top Rock Top Rock很简单 就是站在这里 然后有一些舞步的意思 我们最简单多数都会学习Two Step Two Step就可以拆开上下身两边学习 对我来说学跳舞当然是先拆了一些步骤 我们就来拆下身 下身是非常简单的 原地这里是计算一步 然后下一步踩上一边的脚趾尖前面 这个是第二步 如此类推 第三步 第四步 五 六 七 八 就已经拆到Two Step的下身 然后当你非常之开心 或者很多人看着你 你要把动作再大力一点 轻轻一点的时候 就开始会有跳 就是轻轻开的一个力度 就做回围这一拍 所以也会看到有一个概念 就是跳这个计一拍 而如此类推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这个也是Two Step 我们的下身已经拆完了 然后就说 咦 教练的上身 复得很漂亮 其实非常简单 只不过是一个向后的时候 收一收的手 然后当你要向前的时候 保持平衡 当我开手 我们原来跳这一步的时候 就是会收手的 踩上来这个是第二拍 如此类推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如果真是很想有一个end pose 就很简单 最重要的是 脚在这个位置 你舒服的 回位 向这边站也行 或者回位在这边站也行 你转个身 可以 OK 那就变成了我们的Two Step 让我们来学习第二个动作 它叫做Go Down 是说我们Torke 跳到差不多 开始上落 地下展开我们的排腿动作 之前 需要有一个安全的降落 地面的动作 我们就会叫它做Go Down 基本上 如果是两只脚平排 蹲完的话 就会借不到力 推脚出去 我们就会有少少側身 当你有少少側身的时候 然后有少少靈腰加一只手 帮帮手的话 就会有一只踢腿的力度出现了 这件事很简单 如果是丞相提 我们有个Two Step 动作的话 这个应该是六 然后七 然后八 其实在这个位置 就再退一步 踢起个人 这一步就会叫Boom 六 七 八 And Boom 这个动作OK了之后 就可以前后脚有一个位置 可以落地 重心挤回向前 你就会发现这只脚比较轻 这只脚一轻 就可以Sweet Soul的英文叫Sweet OK 就可以成为一个很简单的高单动作 它叫Boom and Sweat 我们来学第三只动作 就是我们的六步 其实很简单 踏过来这边是1 然后脚退后是2 然后这边是3 这边1,2,3,3 三脚你会觉得自己是退后了后半圆 下一步当然是退上上半圆 然后这个是4 5是跟着4 然后方便开6 这个其实已经是六步了 如果是1的话 下左手 2的时候也是左手 3的时候也是左手 但是因为要换手的时候 已经转了一点 4,5,6是上回来的 所以是右手 所以我会叫1,2,3是左手 4,5,6是右手 我们来非常紧臭的第四个动作 因为它将会完成了 它们就是我们的一个正式动作 它叫Baby Freeze Baby Freeze 就是说我们B-boy,B-girl的排腿动作 做到差不多的时候 想完成我们的舞步 就会多数有一些单手撑 或者一些头顶的动作 我们最简单的 多数都是一个Baby Freeze Baby Freeze是重心手 所谓重心手 其实是常用手的意思 教练的常用手是右手 右手手指指向右手边 然后分辨一个手 那就稍微显示在表面的旋角 这是重心手 景ífic 常用手 多数会做的一个动作 然后再来 另外一只手 叫Support Hand Support Hand 多数会在腿脚 内部 右手 终部 看力量是否可以仿具 如果需要力量 在家里 大家开始试试 手收腳是可以落地的 然後Support Hand這個如果可以的話 就用背脊的力 拉起身 如果可以的話 就多些練習 就會有其他變化 這個就是Baby Freeze 好 不知道大家覺得Breaking裡面哪一部分最有型呢? 我覺得Breaking其實是運動和藝術的結合 希望大家可以慢慢愛上它 來吧